而新城乡111年度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 巴拉邦文化交流活动 12号的晚间是在回南湾办理 新城乡长何丽台同时也向族人说明 新城乡即将在8月20号 在七星坛办理原住民族联合丰年节活动 也广邀乡亲和游客一同来同欢 新城乡公署即将在8月20号 在七星坛办理14年一次的联合丰年节 在活动举行之前 并且凝聚各部落头目 舞蹈团体 村长和代表们 12号晚间在回南湾举行新城乡140年度 原住民联合丰年节巴拉邦文化交流活动 现在下场何丽台也广邀乡亲和游客们 一起来欣赏原住民歌舞 享受剩下的原住民文化艺术之美 我们一直在讲 原住民的文化传承的活动 需要公部门来当这个领头养 当公部门在当领头养的时候 争取到亲会的时候 也需要部落 也需要部落 大家共同来支持 为自己一个文化传承 来做出这个付出 那部落再看到8月20号 这个部落说如火如骨的 如果如火如骨的在做练习 我看到我们呢 连住民的精神展露无语 不管是各部落的练习 以及大慧福 以各方面 舞蹈 舞蹈 等等 这时候让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希望在 8月20号这一天 不只你们到现场 我们的舞蹈 孤伴与伴 带着你们的亲友 带着你们县外的家族们 共同回来参与好不好 好 那今天啊 特别邀请了代表会 以及村长到这个地方来立 也希望在那天 大家共同来共襄盛起 所以阿世在这边 除了要谢谢真心所长 以及在座的今天 我们部落的代表们 今天啊 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跟大家来沟通 这是刚刚已经有报导 整个活动的过程 以及应当注意的事项 人民所路里领布 为了820真心所长卯足的劲 四年一次的连连活人劲 在我们言民所 与各位大家共同努力下 我们展现最好的成绩 给大家看好不好 好 能不成为 好 今天下转会代表的是 把了半十四年节之前 和部落头目 部落妇女 部落青年 共同来举行文化交流 沟通的重要习俗活动 大家联系在一起同学 协力共同来重视 自己的传统文化 820可以说是 各部落歌舞残影的 最佳时刻 来展现各部落族群 文化的遗憾 同时也广佑大家 一起来同欢 记得终于先 要不要